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时代 男人他们刚下学之后,就会把女人带到自己家中 而很多女人,他们只要判断对方是自己今生想要嫁的人时 就会把自己交给对方 像这样的女人,他们注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首先,他们不懂得至宗至爱 所以男人更不会好好的去珍惜她 那么在时,小编想劝告那些未婚的女人 一定要遵循以下这几大原则 否则你的一生都将过得很不幸福 一,不管男人再怎么给你钱 你都不能够做背叛你人格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很多大学生 他们在上学的时候,总是胡乱和别的男人乱搞 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因为手中没有钱 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借高利贷 当有一天,他们无法把这个钱给还上的时候 就会被对方逼得走投无路 在他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选择去拍一些裸照 事后,别人就会把他的裸照发到网上去看点击量 像这样的女生,首先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 其实就是,他们虽然是大学生 但是头脑却不发达 所以这次小编想劝告那些未婚的女人们 首先一个人的名誉,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没有结婚之前,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啊,不要怀孕了,就立马结婚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怀孕结婚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然而很多女人,他们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被男人搞怀孕 事后他们就会立马要求和男人结婚 像这样的女人,即使男人答应了,和他结婚 那么婚后他也不会过得很幸福 因为当初男人只是玩玩他罢了 根本就不会对他动真心 事到如今,男人之所以选择和他结婚 而是不想让别人看他的笑话 但有一点,男人可以确定 今生这辈子都不会再动他一根手指头 所以像这些未婚的女人们 一定要等到爱情来临的时候 你再放下自己的自尊心 千万不要被男人的三言两语就给骗上了床 那么你事后受伤的人绝对是你 三,不要和对方谈恋爱不久就和他开房 现如今这个时代 女人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很保守 现在的女人总是会摆出一副子高气昂的样子 似乎在他眼里觉得 每个人都应该听从他的安排 这样才能够突出他的美丽 当他和对方谈恋爱不久的时候 就会选择和男人去开房 虽然在开房的那一刻 两个人的内心都非常的开心 一旦男人解决完成之后 就会拍拍屁股走人 根本就不会对你付出相应的责任 所以在此小编想劝告那些未婚的女人 如果你连自中自爱都不懂得的话 那么又有何理由去要求别人真心对待你呢 每个男人他们都想找一个处女 作为自己的老婆 今生一定会好好地对待她 那么像你这种还没有结婚 就被男人伤了的女人 注定你的一生都不会得到幸福 四 不要因为爱她失去了自我 现如今 每个女人他们在遇到自己另一半的时候 总是会陷入爱情当中无法自拔 虽然表面上看上去 他们过得很幸福 其实背地里总是被男人踩在脚底下 每当男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会主动去问他张口要钱 如果这个时候女人不能够满足他们 那么男人的做法绝对是会和他提出分手 当男人提出分手的时候 女人就会立马把钱拿出来 像这样的女人 她们总是会为了他人而失去了自我 在他们内心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 可是背地里她却不知道 男人既拿着她的钱 去和别的女人搞暧昧 所以一个女人在没有结婚的时候 千万不要乱了套